4.4 子曰 苟至于仁义 无恶也 这个苟是什么意思 这个苟什么意思 什么叫苟 今天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词 对吧 你说你给我苟着点 这个苟是什么意思 今天有点苟且的意思 这个苟在古代一般表示什么 比方说这个史记里边 史记里边讲到陈舍世家 就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农民齐军领袖陈胜 里边讲到我一句话 对了叫狗富贵 听着跟骂人似的 狗富贵无相忘 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狗是什么意思 狗的意思就是假如真的 这个假如真的跟假如有什么区别 就是它的假设的这个程度 离谱程度比假如要更高一点 这就是我说 它好像语气更强烈一点 我们今天说假如 就是说我就是随便这么设想一下 但是狗呢 叫假如真的 它的这个设想的程度更深 就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这件事 这就是狗这个字跟假如相比 它的语气会更强烈一点 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假如真的 比如说狗富贵无相忘 跟如富贵无相忘相比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如富贵就是也是说如果你富贵了 但是呢 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富贵的可能性还是不说比较高吧 反正就是有这个可能的对吧 但是这个狗富贵代表的是可能性没有那么高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这句话是陈胜给谁讲的 陈胜给一群他们那个时候的种地干苦力的小伙伴讲的 对那群人来讲富贵是不可能的事情 结果陈胜讲了句狗富贵 假如有天咱真的富贵了 无相忘 所以他的这个假设的程度更高一点 他比这个如富贵假设程度高一点 但如果你说今天我们本来就有一半的人有富贵的可能性 我们可能就不会用狗富贵了 我们就用如富贵 就假如这个意思就行了 所以这个句子里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前台词 什么呢 就是说治于人这句话是通常做不到的 假如真有人能够治于人 无恶也 这就是狗这个字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孔子这句话背后的隐藏含义是什么 治于人以无恶也 这是多数人现在没有做的事 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当个好人呢 孔子说如果你真的真心的想当个好人 对吧 那么你就无恶也 这个恶就是做坏的事情 做邪恶的事情 这句话表面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如你真的有志于人 人得的这个人 你把人得作为自己的目标 你把人作为自己的志向目标 那么你是不会做坏事的 这叫无恶也 有的版本我发现把这个无恶也解释成不会做错事的 这个不太靠谱 这个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对不对 这孔子自己都讲了 这个不做错事是很难的 但是不去干恶事 不去干坏事这是可以的 对吧 就我心里面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就不去做坏事 苟至于人亦 无恶也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那这句话的意思也证明在当时 真心至于人的是比较少的 有一些人也在外边提倡人 提倡人得的人 但是他可能只是打着一个人的幌子 未见得是真的 真心的想要做一个人人之事 这就是这个句子里面的含义 子曰 苟至于人亦无恶也 这个句子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 我觉得其实启示是挺大的 这个启示我在之前也讲到过 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一个人内在的动力 尤其是他的目标感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一句话 我们说你赚不到钱 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么想赚钱 你们有没有以前听说过这句话的 或者说你学习不好 是因为你心里面没有那么想学好 你会做坏事 是因为你心里面没有那么想当一个好人 这句话是不是突然发现 他的境界很高 苟至于人亦无恶也 我们经常讲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人 你会成为什么人 首先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人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有人说我想成为一个学霸 你没那么想 你之所以没那么想 我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你稍微有点什么调皮捣蛋的事 就把你给勾跑了 所以你没那么想 你真是心里拼命想拼命想的时候 你会想尽各种办法成为那样子的 他如果真的是你的目标 我们今天有大量的孩子 他们的学习之所以不成功 首先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想学习好 他只是听听 只是觉得学习好也不错 他没有那么想 所以我在之前有很多这个咱们在直播的时候连线的时候 这样说我孩子这个学着学着习就跑了 写完作业老糊弄对吧 写完作业就跑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先让他自己做到这一个字叫想 叫智 你先把这个字给他解决了 智是非常关键的 智就是你有没有目标 你有没有自己心里拼命想要做到的事情 如果有的话 其他只是过程 只是讲方法了 但是多数人这个点是没有的 你想不想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偏偏今天很多人是忽略这一点的 我们今天包括很多家长忽略这一点 整天想的是我让我孩子干个什么事 干个这个事 干个那个事 你都没想过他想不想 他有多想 你能不能帮助他 让他找到他最想干的那件事情 或者说找到那件事情 跟他现在所所做的这个学习之间的关系 然后当他特别想干那件事的时候 他就会去好好学习 然后你只在接下来 再只需要去解决他的这个方法问题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呢 大家不要小瞧他 很多人把这个句子说 这有什么好读的 孔子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嘛 对吧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好人 你是不会干坏事的 就讲了这么句话 这有什么好想的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想背后的道理 你想成为什么人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那么你是不会做跟他相反的事的 所以这个狗这个字很有意思 就是你有多真 你心里的想法有多真切 对吧 这个很重要 然后至这个字是孔子经常提到的一个字 孔子说我十五 十又五而至于学 这至就是心里面就是以他为目标 就是特别想要这个 对吧 所以孔子说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至 没有自己心里拼命想要的那个东西 没有那个目标 真实的目标的话 你就像什么呢 你就像是一支出去打仗的军队 没有总司令 因为你做什么 不做什么 没有人指挥你 你想往东跑往东跑 想往西跑往西跑 同样的 如果你在人生当中 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心当中 特别想要的东西 没有这个志向 你今天想学就学 不想学就不学 想玩游戏玩游戏 想打篮球打篮球 是不是这个道理 现在有没有觉得这句话非常背后 非常有智慧 苟至于人已无恶也 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一句话 背后的智慧是非常高的 你真的想吗 真的想你就成功了一半 大量的人是连真的想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孔子讲的一句 我觉得非常有境界的话 大家可以仔细去体会一下 对吧 想想 很多人今天只是想想而已 我们要把它变成真的想 很多人就是想想而已 我要靠北大 想想而已 对吧 我要当学霸 想想而已 我要怎么样 想想而已 孔子说 苟至于人 假如你心里真的想要 那你是绝对不会做出跟他相反的事情来的